进入2024年来的第四天 是美国爱达河州大多数高中开学的第一天 然而佩里学区高中部 迎来的不是放假归来的广大学子 而是大批响彻警笛的救护车 消防车及警车 没成想弥漫在2023全年的枪击一买 仅仅过了几天就又跟得上了 NBC新闻证实 该高中在早上7点38分左右 发生了校园枪击案 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 学校还没有到上课时间 大楼里的学生和教师比较少 警方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佩里高中位于佩里社区学区 该学区设有小学部 中学部和高中部 共有1785名学生 发生枪击事件的是高中部 但小学和中学在8点钟左右 也都全部疏散 一名高中生描述说 早上他听到几声巨响 然后看到一群孩子在狂奔 他刚开始还以为是一个恶作剧 直到他遇到了一个朋友 告诉他快跑 学校里用一名枪手 中午时分官方宣布 截止目前至少一人死亡 三人受伤 根据警方透露的消息 伤者中两人是学生 另一人是校长 丹 马巴格尔 枪手死于开枪自杀 公众不再面临威胁 佩里整个学区 今日课程全部取消 领域NBC报道 枪手很可能也是一名学生 但这一消息尚未得到官方的确认 达拉斯县警长亚当·因凡特表示 枪手的身份已经确定 但拒绝透露更多的详情 说起造成伤亡的枪击案 令人遗憾的是 这远远不是2024年的第一起 因为洛杉矶月一日凌晨 在一场跨年夜聚会上 就突然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两人死亡 八人受伤 洛杉矶市警察局发布的警情通报称 该枪击事件发生于当日凌晨一时左右 地点位于洛杉矶市圣达菲大道和比特街附近 当时警方在不远处的街区执行警务 突然听到上述案发地点方向 传来数声枪响 警方赶到后 看见一大群人从案发现场逃离 多人身受枪伤倒在地上 其中两人当场死亡 另有八名伤者送医院救治 经警方调查 案发时 该地正在举办一场跨年夜的聚会 一些人发生了争吵 随后冲突升级为枪击事件 警方目前尚未确认枪手人数 受害人身份也暂未披露 另据KTLA等美国媒体消息 该枪击案发生在洛杉矶市中心的一座仓库内 受害人是年龄在20多岁的一名男性和一名女性 再告诉大家一个可怕的数字 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统计 仅仅在2024年的第一天 美国就已经有165人 在各类枪支暴力事件中死亡 而刚刚过去的2023全年是个怎样的情况呢 想必生活在美国的民众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同样根据枪支暴力档案公布的数据 2023年美国已发生了650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超过4.2万人因枪支暴力而死亡 枪支暴力档案的这份数据显示 除了650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外 美国2023年还发生了40起射枪的大规模谋杀 1161起防御性开枪事件和1543起意外枪击事件 根据记录 死于枪支暴力的人士大部分死因为自杀 达到23,760人 另有18,507人死于意外枪击 谋杀和防御性开枪 还有一份数据进一步表明 2023年以来 0至17岁的美国儿童及青少年之中 超过1600人在枪支暴力事件中丧生 4444人受伤 至少46名执法人员在枪支暴力事件中丧生 1412名嫌疑人在枪支暴力事件中丧生 枪支泛滥不仅让美国人民不得安宁 就连好邻居加拿大也深受其害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 加拿大在2023年因为枪击谋杀造成的死亡人数近千人 可能跟美国相比 这个数字还不及美国的零头 大家要知道 有另外一份数据统计显示 在加拿大的枪击犯罪中 高达三分之一的枪是从美国进口的 受美国枪支大量流入的影响 加拿大的枪击案数量猛增了869% 近年来 加拿大每年从美国进口的半自动手枪 和突击步枪数量激增 从2003年的6205支标升至2023年的超过6.6万支 这带来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尽管因为加拿大采取了诸如构枪背景调查 禁止1500多种型号枪支等多项措施 但是随着更多的枪支流入境内 顺势激发了日益壮大的支持枪支的运动 而该运动所采用的政治策略也正是美国首创 支持持枪的人认为 加拿大犯罪激增 源于从美国走私来的枪支 合法获得的枪支在其中的影响很小 对此 加拿大非盈利组织枪支控制联盟 创始人多伦多都会大学教授温迪库克说 在25年前 当我们看到枪支在美国引发的暴力事件时 我们会摇摇头想 美国人也许会看到我们这里有多安全 然后变得像我们 但很不幸的是 形势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 加拿大已经越来越像美国了 最后我们再次发出近乎绝望的呼吁 美国控枪势在必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